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估计会不会是他现在主要都是落实他在施政布局里面的目标呢 我相信其他一点就看一下未必可能即时 但我时间上我都要问回看政府方面 华人情 华人事 欢迎收看华文大直播 我是谢雅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局长 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 上周在香港出席基本法研讨会时 提醒香港特区政府应全面落实基本法23条 对此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斯星期一表示 23条立法最重要的是获取市民信任 而落实工作也需要时间准备 那么更多消息 立刻来看今天的焦点故事 到访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特使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 19号参观了安放朝鲜已故领袖金日成和金正日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 以及多处凸显中朝友谊的历史景点 朝中社报道 宋涛19号来到坐落于平港牡丹峰的朝中友谊塔 向塔背献花 塔下的浮雕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的场景 背的底座是一间纪念馆 里面有大型壁画 还放着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名录 宋涛之后又前往汇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向志愿军雕像献花鞠躬 共有134名志愿军烈士长眠于陵园内 包括毛泽东长子毛岸英 宋涛特别前去拜祭 宋涛还来到志愿军总部遗志 参观山洞隧道以及小礼堂 宋涛听取工作人员解说 离开前在纪念册上署名留念 宋涛当天还前往锦绣山太阳宫 向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立项致以敬意 瞻仰他们的遗容 宋涛参观了太阳宫章展览厅 金日成和金正日专列及专车 并在留言册上提词 此前一天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为宋涛一行举行宴会 中国驻朝大使李进军也有出席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李朱雍等干部参加了宴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宣布韩国外长康金和即将访华 陆康说希望双方落实两国领导人就改善和发展中韩关系达成的共识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在韩国外长康金和来访前夕谈到对于中韩关系的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 中韩两国是近邻 良好的中韩关系符合历史和时代大势 也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 两国建交25年来双边关系与合作快速发展 友好交流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中方一向也将继续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 致力于推进中韩关系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落实两国领导人 就改善和发展中韩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 增进政治互信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特别是韩方继续做出切实努力 确保中韩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平稳健康发展 为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真正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 与发展繁荣 韩国外长康金河将于11月21号到23号返华 陆康透露 访华期间双方将就当前形势下如何改善发展出韩关系 交换意见 凤凰卫视雷宇王磊北京报道 日本防卫省宣布中国有6架军机 19号再次飞远冲旋附近的宫古海峡 日本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应对 那么防卫省称中方军机中包括了4架轰炸机 日本防卫省周日宣布中国有6架军机周日飞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宫海上空 日本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 防卫省网站上公布的消息称 中国的6架军机包括4架H6轰炸机 1架图154电子侦察机 1架运8电子侦察机 6架中国军机飞越宫古岛海峡后折返 防卫省数据称 截至今年4月的一年内 中国军机18次飞越宫古海峡 但今年4月之后没有再出现 而今年8月 中国军机又4次飞越宫古海峡 18日刚刚有一架图154电子侦察机飞越宫古海峡 日本分析认为 这次6架军机出现 表明中国军机动向进一步活跃 防卫省称正在密切关注中方军机动向 凤凰微视 李鸟 陈廷正盛 日本东京报道 中共十九大之后解放军军机 18、19号连续两天前往宫古海峡演训 18号更是南下飞行 那么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湾防务部门指出 解放军军机由北向南飞 执行远海长驯 台军全程监控 并掌握解放军军机动态 我们看到文汇报引述台媒指出 这是中共十九大闭幕之后 解放军军机首次进行绕台演训 那么根据了解 台湾岛内媒体近日纷纷猜测 未来解放军可能将会加强绕台实战化巡航 对台进行军事施压 而针对这一猜测 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早前已经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放军会按照年度计划组织例行性训练 那么有关方面不必大惊小怪 过度解读习惯就好 好 至于今天各地的重要消息 我们要请出北京直播室记者雷宇 及台北直播室的联雅慧来用报道 首先把现场交给雷宇 好的 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周一 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会见记者 他说与中国建交是兑现自己的承诺 巴拿马政府经过深思熟虑 中巴外交经贸关系会长久发展 他并表示中国与巴拿马 以及美国与巴拿马是兼容关系 看一下报道 巴拿马总统巴雷拉 首先与在场的记者一一握手 他总结行程时说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当中 感受到习近平对发展中巴关系的强烈愿望 他与习近平有非常多的共识 包括对执政责任资源分配的理解 以及执政就是要谋发展 为人民谋福利 他还主动谈到 巴拿马政府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我觉得与中国的建交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之间的决定 十年前就到中国 当时我已经承诺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这是我 而且我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这是我履行我自己的承诺的一个表现 我们的建交是建立在我们认为正确的原则 正确的道路基础之上的 跟经贸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的建交一定是会永远持续下去的 我们双边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会永远持续下去 巴雷拉说巴拿马愿意成为中国通向拉美的门户 很多中资企业已经在巴拿马进行投资 有了建交的政治决定 中霸经贸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巴雷拉还主动谈到要与中国进行高铁合作 这条铁路将从巴拿马通向哥斯达利加的边境 最终我们想把它修到中美洲去 同时这也是呼应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设想的一个措施 希望是由中方的技术和资金来修建 而巴拿马由于我们已经扩宽了我们的运河 我们有更多的收入 我们一定有能力偿还有关的款项 中南美洲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巴雷拉也被问到如何平衡中国与美国 在巴拿马以及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问题 我想指出的是它是一个中立国家 我们的国家也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在与美国的关系上 的确是有一个战略联盟 但是我觉得这种战略联盟 也是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是不冲突的 巴美和巴中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兼容的 20号下午巴雷拉将搭乘高铁前往上海 继续它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在上海期间 它除了出席巴拿马驻上海领事馆的开馆仪序之外 还将参观中国的码头并出席经贸论坛 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凤凰卫视霍维伟杨晨北京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周一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 表示11月上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 对两国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他认为中美有望进入一个全面合作的新时代 看下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8号到10号 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在经贸安全等众多领域达成系列共识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对此评价称 这次访问非常成功 两国元首之间也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 他认为在此基础上 两国应聚焦合作 为中美及世界带来更多繁荣和机会 在特朗普访华 期间两国企业还签署了超过250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和双边投资协议 布兰斯塔德认为 这是两国致力于贸易再平衡的一个良好开端 同时美国也希望继续减少对华贸易逆差 希望中国在保险金融服务等领域继续开放市场 放宽外资准入门槛 保险金融服务等领域 曾任美国埃瓦州的州长 并早在1985年就接待过时任河北省政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 他在采访中也特别提到作为习近平的老朋友以及特朗普的坚定的支持者 会继续在日上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两国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凤凰卫视女巧闻叶博健侯友韵 北京报道 以上是北京今天的焦点新闻现场交换香港 好 先谢谢来语的报道 那么再来看到台湾方面的重要信息 把现场交给台北直播室的雅慧 亚方晚安 各位专门朋友大家晚上好 一起来关心台湾军方烈雷剑病案持续延烧 现在传出蔡政府担心牵连高层 定调这起事件是海军自作主张 就连蔡英文清点的军方首长冯士宽都不知情 外界批评官方预设防火墙来做切割 请看报道 台湾军方采购烈雷剑爆发弊案 连日来外界质疑声浪不断 20号下午海军司令部高层召开记者会 做出澄清 我们海军已经好几次在新闻媒体上面 已经强调没有任何压力 我们就是依法一约来执行 本来合约规划就是在一月一号 那合约的精神是达标 你要完成条件我来付钱 计划跟实际运作上面 我们的依据就是你达到条件 我就付款 海军司令部提供三张旗程图表 说明采购案付款情形 强调依法付款 列雷剑案风波逐渐扩大 现在也传出 蔡政府为了预防牵连高层 定调这起事件是海军自作主张 蔡英文清点的军方首长冯士宽并不知情 对此海军也作出回应 海军强调整起采购案 但执行单位都是由海军司令部负责 并没有刻意和任何单位做出切割 一桩军士采购案 蓝绿双方护咬对方 施压军方拨款 尽管海军再三强调 一切都经过严苛的验证 但整起采购弊案 是否有徒例厂商 恐怕也不是海军方面 说的就算 凤凰卫视 列艺会静敏怀台北报导 接着看到蔡英文政府力推的劳工休假制度 以利益修修法 20号在立法院出审 却被立场侵律的时代力量立委霸占主席台 瘫痪意识 同时常网有劳工团体抗议 向蔡英文政府表达愤怒和反对修法的诉求 情感报导 台湾立法院20号审查 以利益修劳工休假制度修法案 原本外界预期民进党强行闯关 将会爆发蓝绿冲突 没想到却被立场侵律的时代力量立委 强占发言台阻扰会议进行 这种道 是你们的问题 先把麦克风收起来 谢谢 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们的问题 十六名强占发言台不断高喊程序违法诉求 国民党立委也借力使力 在台下附和 意识瘫痪 整个早上法案没有进展 许委员 没有人在这边 让你一个人继续当英雄 你在表演了一个早上 你表演到黑头已经三点了 我不知道你要表演到当时 院内审理修法案 院外则聚集数十个劳工团体 抗议蔡政府修法大开倒车 伤害劳工权益 一公本劳反修 一公本劳反修 劳工团体不满修法内容 站在资方立场 造成劳工过劳 对劳资不对等的外籍移工而言 剥削情况更严重 蔡政府坚持启动修法案 面临劳团和在野党等各方批评 承认劳工团体负责人的台湾劳动部政务次长 廖惠芬更在一例一休修法之际宣布请辞 表达对蔡政府的不满 而修法也造成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 民调下滑13个百分点来到45% 满意度创下新低 防卫是李戴景洪志文 蔡荣人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站的关注焦点 先交还给亚方 好我们先谢谢亚惠在台北 以及雷宇在北京我们所做的报道 那么先去一下广告回来 还要带您看的是欧亚峰会 目前正在召开 那么欧亚峰会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外长会是什么样的意义 以及中国在斡旋 落开帮的问题上面 扮演些什么样的角色 以及进展 下节回来我们会有顺序分析 我们再见 第十三届要外长会议 星期一 一起这个一点两天 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率团出席 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 会上呼吁亚欧建立更强大的伙伴关系 应对各种威胁 而欧盟则表示 昂山承诺履行若开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 对发展感到鼓舞 亚欧外长会议开幕 51个国家的外长及高级代表 首先拍摄大合照 本届会议主题是加强伙伴关系 推动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探讨加强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 这三大支柱上的合作 昂山素季在致辞时表示 全球正面对新的不稳定期 受到非法移民问题 恐怖主义甚至核战争的威胁 呼吁各国集体应对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则表示 欧亚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国际体系 度过混乱的时代 莫盖里尼会前表示 早上宇昂山素季及部分国家外长 就缅甸若开帮罗兴亚难民问题 举行了会谈 会议讨论了要尽快落实联合国 前秘书长安南撰写的报告 莫盖里尼透露 缅梦双方有机会达成谅解备忘录 安全遣返罗兴亚难民 他对最新发展感到鼓舞 不过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会议主席声明草案 没有直接提起国际社会 关注的罗兴亚难民问题 反而强调反恐和反极端主义 并强烈谴责朝鲜多次实施核试验 并发射导弹 要求朝鲜立即停止挑衅行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王毅在内比都与昂山素季会面 王毅表示 中方支持缅甸争取国内和平进程 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 中方还提出分三阶段解决若开邦问题 已经得到孟加拉和缅甸的赞同 会谈中 王毅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 和李克强总理对昂山素季的问候 王毅表示 中方对缅甸国内和平进程 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 希望缅甸有关各方秉持冰龙精神 开展友好协商最终达成 在联邦宪法框架下 民族团结和高度自治的共识 关于若开邦问题 中方建议分三阶段解决 第一是实现停火恢复秩序 第二是缅蒙通过友好协商 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 第三是治本之策 几家大对若开邦地区 摆脱贫困的支持和投入 对此昂山素季表示赞同 联方愿努力恢复当地的法治与秩序 通过与孟加拉国协商 尽快启动遣返工作 王毅强调 中方支持缅甸国内和平进程 愿继续发挥好中缅外交国防 二加二磋商等机制作用 就管控缅北局势保持沟通 而昂山素季子表示 缅甸要和平稳定和发展 中国的参与很重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提议建设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 打造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大合作格局 王毅表示 中方是缅方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 两国优势互补明显 合作潜力巨大 为巩固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深化务实合作 中方愿根据缅甸的国家发展规划 和实际需要与缅方共同探讨 建设北企中国云南 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 然后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 仰光新城和角飘经济特区的 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 形成三端支撑 三足鼎立的大合作格局 这将有助于沿线重大项目相互连接 相互促进 形成集成效应 也有助于推进缅甸各地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 王毅表示 中缅经济走廊可以为中缅共建一带一路 开辟新的前景 希望双方专家和有关部门 沿着这个方向开展科学具体的探讨 特别是要考虑缅方发展的具体需求 力争形成切实可行的合作规划 从缅方最紧迫的领域开始 缅甸民众最需要的项目启动 逐渐形成互利合作的新局面 凤凰一世综合报道 好 那么相关话题呢 在上海现场我们请到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赵干成 来我们分析 赵所长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欧亚峰会 正在缅甸召开 这个欧亚峰会 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 中方对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我们目前看到很多大会小会 那么主要这次会议 希望能够达成一些什么样的共识 就亚欧会议呢 目前是亚洲与欧洲之间的 一个双边交流和合作的 一个主要的机制 这个机制里面呢 包括了很多次机制 比如说现在正在缅甸进行的 外场会议 以及明年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首脑会议 那么这一系列的机制呢 为亚洲与这个欧洲之间的 这种和平与合作 以及共谋地区发展呢 应当说是搭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所以呢 这种机制目前呢 已经运转了很多年呢 应当说还是相当顺利的 这个平台呢 给亚洲和欧洲各国呢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呢 能够就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呢 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 应当说呢 亚欧会议呢 切经以来呢 无论是外场会议还是首脑会议呢 在很多方面呢 都是达成了共识 特别是围绕一些国际上的 一些紧急的事物 或者是一些重大的事件呢 一般的来说呢 都是能够发出比较共同的声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因为我们知道亚洲和欧洲呢 仍然是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地区 人口也最多 而且呢 应当说经济发展呢 各方面的情况呢 也是非常的不错 传统上亚洲与欧洲的关系也比较的 相对来说也比较的紧密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呢 亚欧的合作平台呢 正在通过亚欧外战会议 或者是亚欧首脑会议 这样的机制呢 在进一步的发挥新的作用 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亚欧峰会在缅甸召开 那么缅甸和孟加拉之间 有关这个洛开帮的问题 目前是比较棘手 中国也在中间进行这个斡旋调解 你怎么看中国调解 若开帮的这个外交意义在哪里 就是说呢 这个罗兴亚难民或者洛开帮所发生的这种动乱呢 应当说缅甸政府和这个正在外逃的难民 以及孟加拉国之间的意见呢 是不一致的 那国际社会呢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 也比较的 有比较大的分析 而且呢 西方的主流媒体呢 一般呢 对缅甸政府的行为呢 都是进行了很大的批判 事实上呢 也是客观现实呢 也是呢 有相当多的这个难民呢 已经呢 拥到了孟加拉 给孟加拉呢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呢 应当说缅甸和这个孟加拉呢 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所以呢 中国呢 作为本地区的大国呢 应当是有一定的国际担当 对这样的重大的事件 引起国际媒体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呢 中国呢 当然是应该呢 站出来呢 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一次呢 王毅外长呢 利用参加这个亚欧外长会议的这个机会呢 访问了这个缅甸和这个孟加拉这两个国家 提出了中国的方案 就像刚才这个报导所说 这个中国的方案呢 包括了三大这个阶段的这个一个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呢 很明显呢 它的注重点 着重点呢 是在如何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这是中方的主要的着力点 这个和西方的主流媒体或者是西方国家一味批评缅甸政府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 对就像我们刚刚谈若开邦问题的时候 你也提到罗欣亚人 有媒体有注意到 王毅外长这次分别在孟加拉和在缅甸用词是不一样的 他在孟加拉用这个罗欣亚人 但是在缅甸用的是若开邦 所以这个措辞的变化 我们怎么样去观察 能就此说明中国对于此问题的态度有一些转变吗 应该说这个罗欣亚难民呢 实际不是一个缅甸政府愿意接受的一个用语 缅甸政府呢 把目前发生的动乱呢 归咎于族群之间的这种矛盾 而且呢 他们也不大 根本就不愿意使用罗欣亚这个词 所以他们认为呢 就是从缅甸政府的角度来讲呢 把这一次危机称之为罗欣亚难民呢 本身呢 就包含了对缅甸政府的批判 所以呢 这个王毅外长呢 在和缅甸的有关 和王山数据会谈的时候呢 用词是非常的谨慎 反之在这个孟加拉呢 因为孟加拉认为呢 这个目前这样的危机呢 孟加拉是受害者 所以孟加拉呢 采用了这个西方媒体 主流媒体所采用的 所谓罗欣亚难民危机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中国在选择用词的时候呢 还是注意保持 这个照顾到各方的情绪 主要还是为了 就是使双方呢 能够撮合在一起呢 能够寻求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 所以中国虽然在 孟加拉和缅甸使用的是 不同的术语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 中国的立场是偏向于 支持哪一方 在这个问题的本身上呢 中国呢 是持一个劝和的 一个中立立场 同时呢 中国也会发挥一个 积极的促进作用 使这个问题呢 朝着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妥善的和平的方式呢 来得以解决 对刚刚也提到 中国提出了三步走啊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到底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 有多大 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又可以在哪些 比较具体的方面起到作用 就缅甸呢 是中国的重要邻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呢 中国与缅甸呢 一直保持了一个 非常友好合作的一个关系 那么缅甸本身内部呢 是相当的不稳定 它的政局呢 一直在发生比较剧烈的震荡 同时呢 它和民族和民族之间的 这种矛盾和摩擦呢 也是比较的激烈 包括在中缅边境地区呢 一直是非常的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呢 是全力支持呢 缅甸县政府呢 所采取的促进民族和解 与政治和解的各种方法 应当说呢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呢 是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的 因为呢 中国是缅甸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同时也是缅甸最大的贸易对象伙伴 缅甸呢 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 主要的沿岸国家 所以呢 应当说呢 双方之间呢 互补的这个经济上的互补 政治上的相互支持 以及呢 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呢 应当说是非常的充分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觉得针对目前的这个难民的危机呢 我觉得中国的缅和的作用 如果能够达到一个目的的话呢 接下来呢 就是像黄毅外长所讲的 第三阶段呢 要社会的重建 在这个社会的重建过程中呢 我预期呢 中国是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因为中国对缅甸的这种经济投资也好 援助也好 以及双方之间的合作往来也好呢 都是非常的紧密 王毅外长呢 在这个讲话中呢 实际也是表达了这种意愿 至于这个矛盾内部矛盾本身的政治问题 比如说这个信佛教的缅甸的民众 与这个信伊斯兰教的这个罗辛亚人 所谓的罗辛亚人 他们之间的这种宗教的矛盾 或者因此而产生的政治矛盾呢 我相信中国是不会涉及的 因为中国呢是不会参与或者是干涉内政的 因为这是中国一贯奉行的原则 另外大家外界也很关注 这个王毅提出的中缅经济走廊 这样的一个构想 你怎么看这个构想 可以如何配合目前中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 可以在哪一些方面 哪一些领域发挥优势优先合作 就2013年的时候呢 当时呢这个中方提出了梦中应免经济走廊 那么几年下来呢 由于印度呢对这个问题呢 他的态度比较的这个犹豫 或者甚至是反对 所以呢这个梦中应免经济走廊的计划 目前进展呢相对来说比较缓慢 但缅甸呢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邻国 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我个人是觉得呢 中国与缅甸呢 仍然是可以继续呢 朝着一个更深的合作的方向发展的 因为缅甸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的需求 对资本的渴望呢 应当说是非常的巨大 缅甸现在处于一个 百废待生的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 这个情况下呢 缅甸又拥有非常优良的地理位置 和非常良好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自然资源 所以呢我觉得呢 中国与缅甸之间的合作呢 应当说前景非常广阔 这一次呢提出的这个 人自行的这个计划呢 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缅甸的需要 它一头呢是升到交漂港 这个面临印度洋的 非常重要战略地位的一个港口 另一头呢升到阳光 是缅甸的最重最大的一个主要的城市 所以呢从这两线来看呢 中国所提出的这种设想本身呢 是非常符合缅甸的民生的需求 所以我预期呢 未来呢随着缅甸的局势的逐步的稳定 特别是民族和解和政治和解 能够取得一个进一步的进展的情况下呢 中国与缅甸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呢 和中国进一步增大在缅甸的投资呢 应当说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目前已经在运作的 比如说这个油气管道 是由中国韩国与缅甸三国呢 共同的合作 而且呢缅甸也是一个天然气 非常丰富的国家 所以应当说呢 这种合作呢 已经产生了丰硕的果实 那么今后呢 随着缅甸的进一步稳定 把罗兴亚的问题 以及的缅北的问题 能够解决好 那么我相信呢 就是缅甸呢 将成为亚洲的一个新的投资的热土 而中国呢 这是这种投资热潮中的一个先行者 好的 谢谢赵干辰所长 在上海我们所做的分析 那么休息一会 回来还要带您看到其他的重要消息 我们一会见 浚海 浚海泳道 星期一发布最新亚太区 2018房产前景报告 受益于多宗大额交易 以及持续活跃的房地产市场活动 香港在投资潜力市场排行榜上 从去年的第18位上升到13位 报告指出 年内多宗大型土地交易 使香港今年上半年 成为亚洲最大投资目的地 上半年中资机构参与香港土地镜头 购入多幅大型地皮 反映了中资发展商 希望在内地以外的市场 寻找投资机会 展望未来 报告认为 悉尼 墨尔本 新加坡 上海和胡志明市 将会是2018年投资前五名的市场 正在举行的第19届高教会 首次设立香港日 通过多项活动 推荐香港科创企业 有香港创科业者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 具备复印硅谷的基础 希望区内人才等资源 能够自由流动 增强城市群进争力 不含防腐剂的纳米纤维面膜 不会是大大却更保湿 蓝宝石 镀膜手机屏 既透光又防刮 MR混合实境游戏 虚拟和现实画面完美结合 今年高教会的香港展团 规模历来最大 港府希望通过科创 推动香港经济创新发展 预计五年内将拨款超百亿港元 推动科创发展 香港贸发局代表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带来巨大机遇 希望搭建多样平台 服务香港及内地企业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健康 科创业界期望 能建成中国硅谷 香港科创业者就表示 城市群内大城市无需争当领航者 先手促进区域内 科创人才自由流动及资源整合 有利于增强城市群总体竞争力 我希望香港能够更加开放的态度 欢迎来自于广东 包括甚至总个内地的 北京上海的人才 同时我们也希望广东 能够也做出它的一个胸怀 允许香港的科技企业 从科研的投入扶持方面 从税收方面 都应该能享受到 更好的一些服务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支持香港澳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 全面推进内地 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 内地学者也呼吁 港澳人士把握机遇 积极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贡献力量 副话卫视张会的提升 深圳报道 在贵州建合 养阿沙文化活动周 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 那么万人水谷表演 寄托着苗族人民 对于生活最美好的祝愿 节目最后就带您一块 去看一下热闹非凡的庆典活动 也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华文大直播 我是谢雅芳 在香港 祝福全球华人 健康平安 下回 孝 ف节目 vez心